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2岁的一个小伙子 好像他是在楼顶上向游行的人开枪 他是这么报的 我看到一个报道是那样报的 死了六个人 伤了二十几个人 结果他开完枪之后跑了 警察没有抓到他 他跑了八个多小时之后 在他家里抓到他 他居住地方跟他开枪的地方只有一英里远 所以警察抓到他之后 就把他的一些内容 就把他自己的家什么都给搜了 把他相应的内容拿出来 那这件事情在这个整个昨天游行中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伊利诺斯州呢 就宣布呢 芝加哥府已经宣布呢 所有游行就停止了 但是有着不同的 他出现了不同的一个声音 那几乎停止 那是国庆游行嘛 庆祝国家的 庆祝美国的伟大 结果在随后在另外两个地方 同样也发生了枪击事件 甚至开枪打死了警察 应该是有死了两个警察 但芝加哥这件事情就比较轰 相当轰动比较大 那包括拜登等人都有所讲话 我看到他说 大概死的六个人里头有四个是小孩 大概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在美国最高法院 在6月20号 21号吧 通过了这个有关第二修正案 美国国民拥有枪支的自由 之后紧接着在国庆游行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开枪了 所以带来的压力 其实整个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 那拜登发誓说用他的权力要控制枪支 所以当时给我的感触 昨天因为一开始他抓不到那个枪手 所以一开始就显得非常的混乱 在美国政坛当中 在美国政坛当中就出现了很大的对立的声音 所以如何去理解 当然各种的阴谋论也有 各种说法也有 如何去理解呢 就我个人来讲 我以为呢 我们简单讲就是 美国最高法院的自我修正 他回归了美国人 美国建国之本 美国人民的那种信任 他在这个东西呢 是一种所有人都很瞠目结舌的 最高法院以这样的方式 自我修正过来 所以在他自我修正的过程中 他同样触及到 他冲击了很不好的生命 就冲击了 甭管是妖精鬼怪兽 他其实是对应冲击的 所以他自然就是相生相克的 带来了一些 令人难以名状的一种冲撞跟结果 所以很显然 你那边说美国人拥有枪支 然后两个星期之后 这边就开枪杀人 被杀了很多还是孩子 所以这就是非常冲撞 这是一个在修正的过程中 也自然会出现跟面对的 说句心里话 自然会出现和面对的 这就 但对现实中的人呢 我以为就会出现很大的困惑 那特别是一些政客 就是说特别是一些有着政治目的的 在目前的环境中 整个氛围 我们昨天说了跟川普之间 有着直接的关系 川普出现了一个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 极其这种争议的 就极其 所有这些 有着神的背书的人 都是很有争议的人 他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 甭管是他优点还是缺点 有他非常明显的特点 那他现实的表现中呢 人们都会用完美的概念 去约束这些人 那这些人肯定做不到完美 肯定的 那这个完美就是神了 不是人了 所以这就出现了攻击他人 也会具有十足的理由 攻击他人 按他的基础 本来是应该从人的善良的角度去看待 但现在几乎人们善良的角度太难了 因为人们背离自己信仰的本质差距太大 所以距离善良就远了 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所以枪击的事件蛮简单的 死了六个人 伤了二十几个人 开枪的是个二十二岁小伙子 是说唱 就是那种这种唱歌的 写词啊 写歌曲啊 这些 那他呢 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 都播放他的节目 他大概有十万块钱 那个警察公布他说 有十万块钱 也就是说他可以养护自己 他透过他自己的编写的歌曲 透过演唱 透过YouTube 透过其他一些社媒 他可以有十万块钱的净资产 那他传递了他自己的一些思想 所以正是在他 在这样的一个描述之下 在今天早晨出现的一些文章呢 那矛头就转向了 矛头转向了川普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 叫应该叫贝利 贝利是代表共和党的 代表共和党竞选 伊利诺斯州的州长 那伊利诺斯州本身呢 是民主党的地方 所以在昨天枪击事件出现之后 在因为他八个小时之后 才抓这个男孩嘛 所以在枪手不鸣的背景之下 他在当地参加游行的时候 他他号召人们继续游行 号召人们继续游行 说我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 我们让美国再伟大 他呢应该看他的报道当中呢 是被川普支持的 就是他没有没有直接那么说 但是呢他是让美国再伟大的成员 报道是这么讲的 纽约邮报 所以那当他枪击事件发生之后 依然鼓励着人们去游行的时候 就在社交媒体上带来了巨大的冲突 很多人攻击他 因为终于他是枪击嘛 第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是因为枪手并不明 那时候没有找到枪手 所以这是令人很感 我觉得令人很感慨的事情 就是说很难以评价很难以评论 就是一种命运的使然 那发生了这个地区发生了枪击 枪手没有抓到 所以其实这是正常人们会产生恐惧的安全作为第一的 那现在把他就这个 现在把他描绘成呢 我们不畏惧任何的阻力 我们永远向前 让美国再伟大 他自然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这是非常自然的 民主党的竞选者 包括奥巴马的一些人呢 在极力的攻击他 就说这是让美国再伟大这些人的生命品质 他意思就是不顾及人们的生命 所以这件事情就迅速的就转化成 现在转化成要去攻击川普 攻击共和党 攻击这些保守派的理念 那另外一篇报道呢 这应该是另外一篇报道 这是 同样是来自于纽约邮报 同样是来自于纽约邮报 那纽约邮报已经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的了 但它是Sky News的下面 它就引用了有关这个人叫罗伯特克里默 罗伯特克里默是枪手 就引用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作品 他22岁 他11岁就开始唱歌 所以这里面看到的 这是警察杀人的杀人的照片 这是他自己 这是他自己 这个麻烦呢 就是说 他背了一个川普的旗子 这是他在社交媒体上 这是让我们看到的 说实话 这是让我们看 那这是他在支持川普的游行中的 这个照片 那这是同样是一个他在美国国旗上的照片 拥有枪支 画了一些符号 那这是被人射杀的 杀掉的 有人说这是一种被警察开枪的意思 但这是他在IMDB的页面上 他在11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 这是警察在现场 警察讲这是他的家 他住在公寓里头 那警察讲述呢 就是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暴力倾向 他个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暴力倾向 这话就说挺那个的 因为他是杀人的嘛 这应该是抓朴大师的场面 这是他抓朴大师的场面 这是他自己开的车 这是当时流的血 这是当时开枪流下的场面 所以被枪杀的是当时看游行的人 还死了死了一些孩子 那所以这就是基本上 在他后面就提到一个很那个 很表示的概念 就是他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没有太多的隐喻 没有太多的说法 但是比较明显讲述 就是他是川普的支持者 那是暗语了 因为谁也不敢 这个时候在媒体的角度来讲 还不太敢这么去挂钩 但是展示出来内容 是转向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说不好 我们说不好他的就是这样的一种 你说叫天意也好 反正事情他发生了 就会看到在美国的难 我觉得在美国真正正的一面的艰难 很多人会讲说那川普也管不了他 这是没错的 这个都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说 恰恰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而开枪的人呢 却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早在2021年 2020年就有所表述 那攻击川普的人 自然就会这么连在一起 这是非常自然的 那川普完全不认识他 对不对 那可能是 就是说大家可以随便这么去讨论 但事实到了今天早上 就转到这边 他更麻烦的就在于 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的州长的竞选者 也被他们描绘成 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其实他们是真正是 但你这个时候想说 他是尊重生命的 但这个是开枪的 所以难的 我只能说难的 真的你想一个人想 想拥有真正的正义的话 真正是做一个 做一个伟大的事情的话 一般的人太难了 我只能说太难了 太令人感触了 我个人一直跟大家解释 就是能够 能够有些朋友悟性好的话 能够示案出来 就从这样的纷争中示案出来 这整个大的环境 其实真的不好 真的不好 但是他有正的一面出来了 正的一面是在最高法院上 距离我们现实 普通人的生活中 你会看到 跟正的一面出现 非常强烈的这种冲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